你认为我可以改进什么地方 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改进 You're on the right track 美国的YouTuber赖泰迪随机接访 想问问台湾人他的中文如何 没想到戴着粗犷眼镜 身穿白色长袖汉衫的 眼前这个阿伯英文对话超级6 让原本想用中文接访的赖泰迪 惊艳不已 大聊过去学习英语经 访问到了这位英文超6的阿伯 影片曝光短短12天 已经有180万人观看 会想说他会不会不是台湾人 就很自然 会想他以前是做什么职业的 我好像知道这是谁 那是谁是谁 是呢 赖世雄 大家好 我是赖世雄 许久未露面的台湾英语教父 赖世雄60年代 是台湾学习英语的指标性人物 过去也常上节目 多年没现身荧光幕前 这回街坊跟过去 西装笔挺形象不一样 但流利英文还是意外掀起讨论 我觉得不要让老外尴尬 就说了一句 他其实说我讲得很好 用国语跟他讲 他走着走着就 停一下脚步 就回过头来就跟我讲 你会英文吗 他说会一点 然后你不知不觉的 他如果讲起英文出来 赖世雄也透露 还是有在持续教英文 接下来也有出书计划 期待未来能透过其他方式 跟喜欢他的粉丝见面 三天新闻高官宣传